將火箭炮扛上肩 一發發射向敵軍 烏克蘭在首都東北方 二十九公里處的村莊 和俄軍基站 死守基輔 終於受到成效 基輔西方六十五公里的馬卡利夫 如今滿目瘡痍 建築不是被炸成瓦利 就是燒到焦黑 烏軍拼死讓國旗在這裡重新飄揚 有望吹旗 反攻號角 專家從地圖上分析 俄軍控制的紅色區塊 被烏軍一路突破 幾乎要從中截斷 若能繼續朝北推進 奪回博羅江卡 就能切斷俄軍包圍與補給線 另外在基輔東方 烏軍也大有斬獲 烏軍不只在首都保衛戰轉手為攻 一度被佔領的南部戰略港口城赫爾松 也在民眾頑強抵抗和軍事行動下展開逆襲 即便烏軍寡不敵眾 依舊堅持纏鬥到最後一刻 而烏軍開戰近一個月 雙方勢力刺銷比掌 就算小蝦米吞不了大鯨魚 烏克蘭也決心要戰到最後一口氣 烏克蘭也決心要戰爭 再次上段報導